使用方法 降龙线锐的笔尖是不能旋转的 需要通过旋转笔身来控制笔心 也可以通过旋转笔身来拆卸笔心进行更换 这里要用一点力旋转笔身的时候向上拉拽 注意不要使用笔家转动 拆卸笔身后旋转笔心取出 更换笔心后扭紧笔心 旋转笔身的同时向内用一点力推紧 这样笔心就更换完成了